那今天的课程呢我就交给你 那今天把整个新人起步 那你从您开始到怎么样起步 有些经销商需要注意的什么 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好的好的 全球的杰斯家人们 大家晚上好早上好 我是来自金陵省研究室的小美 那么今天呢我的主题是新人起步 其实呢做杰斯现在已经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了 那么这一年的话呢 发现有好多新人说我要经营这样的一个事业 但是呢杰斯我不知道该每一天做一些什么 或者说呢我该怎么去教我的新人去做一些什么 那么今天的话呢为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定位自己是一个经营者 你是事业导向加入的 那么我们还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简单 容易复制的一个流程 好那今天的话呢 我的分享呢会有一个自我介绍 以及呢为什么 也就是杰斯故事 还有呢第三步 我们的一个主题 新人起步这三个方面为大家一起讲一下 那其实自我介绍的话呢 已经做了很多次了 好多伙伴也是都认识了 那因为也可能有一些新的伙伴 我呢叫做小美 那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毕业 然后呢后来在天津的这样的一个寒期上班 后来呢由于发现 哎好像上班的话 我的这个收入很难让我达到我想要的一个生活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原因 后来呢就是做起了这样的一个微商 那么也由于呢就是比较努力认真的把这样的一个微商也做起来了 然后的话呢发现了微商面临的一些瓶颈 这个时候就在寻找一些机会 那么很偶然去年的年初的时候 以消费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开始接触了杰斯 那一开始的话呢 我对这方面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所以说呢说实话真的是有一些抵触 因为有一句话说的 你看不懂所以看不起 当时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后来呢偶然的一个机会 在四月末的这样的一个成都内训 把我们杰斯他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 文化啊理念啊等等的了解到了 后来就发现 哎也许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找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而且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奖金制度呢 就让我发现通过我的努力 我也可以把我的这样的一些业绩带给我的伙伴 其实这个就是我后来经营杰斯的一个原因 那经营杰斯以后的话呢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 也是获得了一些殊荣 这样的一些奖杯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要放这样的一些图片呢 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自己的杰斯故事 那你当时是为什么选择要经营杰斯呢 其实每一个老师他在跟你沟通跟你分享的时候 那么打动你的肯定会有一两句话 每一个人被打动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我的话呢 我是被我们当时有一位老师哈 他说他以前是教那个琵琶的 后来呢 有一天他的那个手好像出了一些问题 然后呢就教不了学生了 但是由于他的这个工作呢 是我教学生 我有工资 我不教学生 我就没有工资 所以说呢 即使他的工资呢 还是算不错的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感受到了自己的一个危机感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让我可以 以后就算我有一些意外 我工作不了 或者说我比较任性 我想休息一会儿的时候 我的收入还会持续不断的进来呢 也就是我们大家所说的一个持续性的被动收入 那这一个故事其实也是当时敲醒了我 因为微商呢 做着收入还是不错的 也有上班的时候 将近十几倍这样的一个工资 但是我根本停不下来 所以说呢 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解释故事 那这些图片的话 看起来真的很无奈 好辛苦 那如果说你经营解释的话 打动你的那一个东西 那样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的 包括我们自己分享给其他周围的人的时候呢 你的解释故事 也许比你公司介绍的好 产品讲的华丽 奖金制度 讲的特别特别的诱人 比这些都要更真实一些 好 那步入今天的主题 新人培训 那首先呢 我觉得新人起步的话呢 它是有四个步骤的 很简单的四个步骤 没有准备很多 我觉得越简单的东西 是越容易复制的 最后留下你脑袋里边 你可以重复的去回忆 这样的东西才好 并不是好像讲的时候 讲了好多 哇哇哇 但是结束以后 你脑袋里边没有留下来的话 我觉得这样就可能还不如 简单一些 你能够实际用起来 那么首先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既然你定位为自己 是一个经营者 大家都知道 定位的话呢 是分为三个身份的 那同样的杰斯会员 它有三种身份 那么有的杰斯会员的话呢 它只是一个消费者 那我只要简单的 默默的吃 我只吃 我不说 那么还有一种人的话呢 是分享者 分享者呢 是我吃 我也愿意说 我呢 也希望通过我简单的一些分享 如果能挣到一些钱 我就很开心 是很简单 这样的一个分享者 那分享者的话呢 你让他要专业的 定期的学习一些东西 他头就大了 哇好有压力啊 哇这么难 哦算了算了 或者说呢 你要求他一些执行力 这个就是不太可能了 因为他自己都说了 我只要做一个分享者 那如果说你定位自己 做一个经营者的话 好 那你就要付诸 经营者 该做的这样的一些 动作了 这个的话呢 是我建议就是大家 对于一些 你自认为 他是一个经营者 不要自认为 还是最好 就是有一个这样的 深入的一个沟通 看看他有没有 由内而外 他的心态也好 他要不要有这样的一些 长期的大量的一些动作 他由内而外 有没有准备好迎接 我要做经营者 好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做经营者 第一步 还是要产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一开始 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擅长 像各种我们这个Zoom 这些老师一样 哇说的都好棒 对吧 那不是所有的新人 都一开始会说的很棒 但是如果你自己 有一个亲身的产品的 这样的一个 非常非常感动的 这样的一个 打动你的这一点的话 其实你分享的时候 也是非常有底气的 好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思考题 这个思考题特别有意思 我们也发过朋友圈 就是说 吃了一两盒的客户呢 他吃一吃就没了 吃了十盒的呢 他总是会回来 去重购 会要买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前者 也就是吃了一两盒的人 说哇太贵了 又没有效果 那么后者呢 就是吃了十盒的 那么后者的话呢 他的气色越来越好 皮肤越来越好 身体的状态越来越好 整个人是魅力四射的 所以说呢 有的人说 为啥吃一盒 效果不怎么样 其实呢我在想 那为什么我们读了一年书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考上 北大清华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杰斯的产品的话呢 就是吃一盒 一两盒的话是仇人 五盒六盒的话呢 是亲人 八盒十盒的话呢 是恩人 其实呢 这一小段这样的一个故事 虽然比较调皮 比较讽刺 但确实是一个事实 那举一个很真实的例子的话呢 前部 就是我经常 每三个月会去到杰斯大学 要学习一些东西 那每一次出去的时候呢 要路过一些城市 所以说呢 一出去的时候呢 就要待很久 那我家里面养了一只 泰迪可爱的小狗狗 那有的时候呢 我就会让他寄托到 我的这个朋友家里面 那我这个朋友呢 好心给他刷牙的时候呢 不小心被狗咬到了 所以说呢 他又打针什么了 然后我又挺不好意思的 我就送他了一盒配拳 我想 我能送他什么好呢 我就送他了一盒配拳 因为配拳消炎作用很好嘛 我就心思 可能对他的这个修复作用比较好 然后我还挺咬牙 很心疼的送给他一盒 我还想 你能知道这个多少钱吗 然后我就送了他一盒 然后后来的话呢 前不久 我邀约他来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研集 每周六都会有一次招商会 我邀约他了 然后他来了以后 听完了以后 最后他把一些疑惑 整理在手机备忘录里面 他说 自己吃过 吃了一盒 但是觉得效果 打了一个问号 其实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送了他一盒 后来才知道 我宁愿给他 比如说买一些礼物送给他 也不要送一盒配拳 因为一盒的话 真的是体验不到效果的 那这个人 我还要重新开导他 对吧 所以说比较头疼的 那确实一两盒的话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那么你如果定位自己 为一个经营者 大量体验产品 让自己成为一个产品的 代言人 见证者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确实呢 像我们沈阳野位会员 也是非常的优秀 同样是以前 我做微商的时候 跟我同级别的一个 甚至他下面的代理商 比我一千多人的代理商 还要多 有这样的一个90后 非常非常的优秀 那其实当时呢 我一开始讲的并不好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 我就知道这个解释 非常的好 初期阶段的时候 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然后呢 他看到我的一个皮肤的变化 就一直看着我 一直盯着我 他说 哇你皮肤确实变得特别好 这句话他说了好几次 反正后来也是加单了 那如果我当时皮肤 没有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变化 他没有感受到我的一个皮肤变化 这样的一个差异的话 也许呢 他就不会加入了 所以说呢 其实视觉上的东西呢 会比这个听觉上的东西 有这样的一个冲击感多多了 如果产品这么好 那你怎么 还是这样的一个老样子呢 对吧 所以说呢 自己成为产品的一个代言人 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么产品我们体验好了 我们非常非常的有自信 很笃定 发自内心的 那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从里而外的精神状态 皮肤啊等等 都能看出来 其实你的精神状态好多 你眼神都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做认真学习 那其实提到学习的话呢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什么 有的人很混乱 为什么有的老师说 你先不要学很多 你先去实战 然后再学习 那有的老师又说 哎呀你得先学习 然后再实战 会伤到一些人脉 对吧 那其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后来我自己也是总结了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 学习还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说你加入了会员 现在你想要去开发市场了 你谈一个就能成一个 对不对 那人家问 哎呦你这个不就是传销吗 这种最基本的问题你会回答吗 对 或者说哎呀 那种什么 好像是直销吧 直销的东西好贵哦 那你该怎么回答呢 所以说听了半天 你到底是干嘛的呀 你该怎么回答 啊我是做美国保健品的 你这么回答吗 这样的话你会把别人吓跑了 哦安立如新 退销 哦我做不了 你就把人家吓跑了对吧 所以说呢 最基本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或者说你该如何邀约 如果你一点学习都没有 你就是想满脑子 就就一股激情哈 我想做好 然后老师让你要约 你就开始邀约了 该怎么邀约的技巧 常识你都没有 你打电话说 哎呦我最近 我干了一个什么美国的保健品 老好了 你过来听了 哦 然后人家就拒绝你了对吧 所以说呢 最基本的一些常识 还是要有的 因为我们人脉都是有限的 如果你不珍惜你的人脉 然后你就瞎搞的话 可能你的一些人脉 你再去想要二次开发的时候 就很难很难的了 所以说呢 基本的常识性的一些东西 还是要学习的 并且呢 你开始行动的时候 一边行动 一边学习 这个时候吸收进来的学习 才是更扎实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还是举例的 今天呢 我帮研究的一位姐姐 一起做了这样的ABC 可是呢 很有意思的是 平时呢 我们聊天的时候呀 会说 每周的这样的会员聚会的时候呢 你这个ABC的主题讲过的 但是呢 可能平时 他还没有遇到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给他灌输了很多 这个时候他是没有感觉的 他就觉得 哦哦哦 听的时候挺有道理 但是自己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他想不到 就是因为他没有磕过 没有碰过 你跟他讲 他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 所以说呢 行动之前 我们上战场之前的一些 常识性的基本的学习 重要 节省人脉 然后呢 一边上这个战场 一边操作的过程当中的学习 其实是更重要的 这样的时候 你吸收的才是更多的 那老师教给你的一些东西 你吸收进来了 然后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些 因为你磕过碰过了 你就长记性了 你把你自己真实的这样的故事 两个结合起来 你就可以复制给你的伙伴 对吧 所以说呢 学习还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学习 该怎么学习呢 通过哪一些东西 在哪一边学习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我们平时经常用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 首先的话呢 因为现在很多人 都在玩这个微信 微信群呢 什么的 确实通知个东西 也很方便 以前要一个一个一个 现在的话 有一个微信群 只要他有这个心 他就会自己去跟着走 对吧 所以说呢 微信群 我觉得平时的沟通啊 这样的也是不错的 那微信群里边 我们一般会有一些 主题性的培训呢 或者说一些案例分享啊 然后一些重要通知啊 即使的一个重要通知啊 这些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样的一个微信 微信群 那么我们呢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Zoom 全球的空中会议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恩 我们的团队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微量老师 为我们大家组织 这样的一个培训 能够学到东西 其实这个 可以让很多人少走弯路 那么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话呢 我们现在是 我看了一下近期的课表 是每天早上九点 晚上九点 一周呢 一共是有八堂课 而且呢 老师们真的也都是 全球我们这样团队当中 非常非常顶尖的老师 很有经验的老师的分享 所以说呢 如果你按时参加 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话 确实能够 就是及时学到很多 少走弯路 那么包括呢 可能每一个团队 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像我们团队的话呢 是以菲尔娜老师为主 也有一些 我们微信群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培训 所以说呢 你看一看自己的时间 哪个能够对得上 因为确实有很多人 是以兼职做解释的嘛 那上下班 回来还要带孩子 那你每天 上午九点已经在公司了 然后下午九点 可能还在忙孩子 睡觉啊 收拾家务啊 对 所以说呢 这些的话呢 看看 选择适合自己的 然后呢 其实我们还有 这样一个微网站 这个的话呢 是以菲尔娜老师为主 这样经营的微网站 里边呢 也是确实收集了 很多很多的 一些精彩的视频 有好多人呢 习惯性的 在优酷搜索视频 然后去学习 对吧 但是你在优酷 那么多的视频当中 你知道你该学什么吗 大海捞针 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呢 微网站的话呢 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筛选 把一些比较经典的视频 收集起来了 这样的话 我们也可以节省一些时间 直接学到比较有质量的 这样一些视频 好 那么还有一些 我们这样的一个 J Mobile啊 这样的一些APP 其实关于杰斯的APP呢 还有什么杰斯万象啊 其他的一些APP 这些也能够学到一些东西 其实呢 包括 因为我自己的话 是朝鲜族嘛 所以说呢 可能多一个语言的优势吧 最近的话呢 我觉得在韩国 因为我就是 也是做了这样 网络营销以后呢 很想提升自己 让自己就是全面一些 内功强大一些 然后去 应对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 或者各种各样的人嘛 所以说呢 就是很多很多成功人士 推荐的呢 说看书也可以学得到 就我自己以前是 看书比较犯困 就睡前 再会儿看一会儿 然后就睡过去那种 但现在的话呢 可能是因为总苦恼嘛 想要渴望这样的一些答案 所以说呢 韩国的话呢 因为网络营销 美国比较就是早嘛 然后是日本 然后是韩国 然后是中国 中国的话呢 网络营销这一方面的话呢 因为它发展的 起来会相对晚一些 所以说呢 如果你有一些这样的语言 这样的一些条件的话呢 像我的话 我自己是参考韩国的比较多 包括我们昨天 因为我们每周二周四 晚上都有这样的当地一些 线下的聚会嘛 那这个图片里面说的是 线上的一些学习的东西 线下的话 其实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 也是很好的 因为线下的话 可以面对面 会受到周围 大家的一个氛围的一个感染 就像我们去电影院 你看电影 跟你自己在家看电影 是不一样的 旁边人的那种氛围 也会互相感染 然后你那个印象 可能会更加深刻一些 那昨天晚上这样的一个主题的话呢 就是你那个不是传销吗 你那个东西好贵呀 我不像你那么能说 我不像你那么有人脉 我觉得做你那个的话 会影响到我这样的一个形象 等等很苛刻的一些提问 经常能够听到的一些提问的 这样的一些选择性的解答 然后效果就特别好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书籍上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留下来的很精准 要求很高的一个东西嘛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那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 能够学到东西的一些资料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产品用的特别好 准备好了 产品准备好了 然后呢 也是学到了一点东西 已经最基本的一些东西有了 就像上战场之前 配一把刀啊 那种基本的一些武器 对 基本的武器 当然后来要加什么大炮啊 什么就是我们实际当中 操作需要什么再加什么嘛 对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四个步骤当中 第三个步骤就是列下名单了 其实呢 名单的话呢 大家应该都听过我们的 像Jeff老师讲的成功八步哈 什么梦想啊 然后你要有目标 然后第三步的话 就是列下名单 那八个里面的一个步骤 为什么要放到四个步骤里面的 一个步骤呢 因为这个确实很重要 因为呢 其实现在经营结识一年呢 发现有一些什么问题呢 发现有一些伙伴的话呢 可能就是经常会参加会议啊 你要是说有什么培训的话呢 很认真的听啊 但是他就以为 哎我花时间在结识了 我怎么没有就是预想的一样挣到钱呢 其实你的学习跟你的行动 这两个点都可以让你挣到钱 但是学习这一块 或者说参加会议也好 学习也好 就是你的参与啊 这一块的话呢 它是需要时间的 它不是没有 就是它不是没对你起到作用 而是它需要时间 那第二个的话呢 行动 行动 你想要马上挣到钱的话 你就要做马上挣到钱的相应的动作 就比如说列名单的邀约啊 ABC啊 对吧 那你说我学习了呀 我参加会议了呀 确实你行动了 你的行动没有跟别人发生关系 就像你比如说 就是你做一个任何的生意 你都要跟顾客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关系 顾客来买东西了 你服务顾客了 你得有顾客这样发生一些关系 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前进来吗 其实杰斯也是一样的 学习很重要 但是呢 你要做一些 能够让你短时间内有收入的话 你就要做这样相应的动作了 比如说列名单 那好 列名单 那为什么要列名单呢 其实列名单的目的很多 列名单的话呢 会首先让你很清晰 我的这样的人脉圈子大概是这样的 有很多人说 哎呀我没有人脉呀 但是如果你能够好好的引导它 你说你想 你确实定义为经营者吗 那么你每天愿意为这个付出多久的时间呢 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要跟他来一个这样深热的 聊心的一个沟通 如果他愿意每一天啊 付出这样的一些时间行动的话 你就好好引导他把名单写出来 他自己都会很意外 哎我写着写着发现好像也不是很少 大部分的会员都会这样的说 对 所以说呢 他就会先整理一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脉圈子 脑袋里面就比较清晰了嘛 然后呢 为什么还要列名单呢 因为列名单的话呢 我们平时就可以跟他一起去看一看他的人脉圈子 帮他一起找出来这些人的需求点在哪里 肯定是谈过人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老师比较更有经验 那遇到的人也是不同更多嘛 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信息的时候 他能够啊 就是掐出来对方的这个需求痛点 这样那个概率会精准一些嘛 对吧 所以说呢 也可以好好带他一起捋一捋这些人的一个需求点 痛点在哪里 或者说一起研究一下这些人啊 就算没谈成 事后该如何跟进啊 这个可以跟老师拿着名单去聊 你没有一个名单 聊会这儿聊会那儿 就没有一个中心就会跑来跑去嘛 对吧 那其实呢 聊名单 我刚才说了两个对吧 两个目的 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操作起来就会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呢 今天你的推荐人 他正好去到一个城市 去到上海 去到北京 去到广州 然后办一场这样的招商会 然后呢 正好你广州又有人脉 你突然想不起来了 确实会有这样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的名单已经准备好了 老师们好像要去广州了 老师们要去北京了 你知道老师们那个行程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你的这个名单当中看 广州有这样的几个人 北京有这样几个人 这样的你操作起来就会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说得到了通知 老师们要去广州了 你才急急忙忙的去想 哎呀广州有谁 好像我上次想起来了谁了 这样的话呢 就效率就有一些下降了嘛 所以说呢 列名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列名单怎么列都列哪样的人呢 其实首先我们可以列一些 简单相信你的人 每个人周围呢 都会有简单相信自己的人 就像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呢四月末的时候 当时参加了这个成都内训 我听懂了 哦杰斯这么好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 一开始都会很能讲 对吧 那我自己也是在杰斯平台里面 就是一个婴儿一样 不会讲怎么办呢 但是我还很激动 我又很想讲 所以说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在成都听完内训 本来想要去那个广州 创办自己的一个服装品牌 以微商的形式去搞一搞 一直做一个铺垫准备 后来在成都听懂了这个杰斯以后 哇 然后就飞到了广州以后 服装厂的老板 名花姐 他也是对我来说 我们俩感情很好 是一个 他是一个简单相信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说呢 就把他给弹进来了 就一开始又买了各种机票 什么天津啊 然后北京啊等等 等地方 飞到那里面都是 因为我要赶紧先占市场啊 就像把那个旗插在那个地方 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我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呢 一开始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会找一些 简单相信的人 先占一些位置 那其实呢 第二类人的话呢 也有比你更优秀的人 那有的人又说了 哇 比我优秀的人我能谈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比你优秀的人呢 他肯定是有一些点 很优秀 有一些成功人的一些特质嘛 比如说他很有眼光啊 那既然他有眼光的话 如果你能够啊 就是有一些技巧嘛 比如说你想办法啊 带他去解释大学等等啊 你让他自己看懂 这样的话 你觉得你的这个管理奖 你可以可想而知对吧 所以说呢 比你优秀的人啊 也不要怕啊 那即使 即使比你优秀的人 一般比你优秀的人 他可能觉得 哎呦你给我推荐一个机会 你给我推荐一个项目 虽然他可能比较有素质 不表现出来 但是他心里面有可能这样的想 你跟我做还差不多 你还让我跟你做呀 他可能就是不是很平衡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很聪明的 把这个转换成 你是项目切入 你转换成产品切入 对吧 那一般来说呢 呃就是比较优秀的人 然后呢比较有素养的人呢 呃尽可能不会去拒绝别人的 对 所以说呢 产品切入也是一个 呃没有办法的时候的 一个挺好的方法嘛 嗯 然后也可以借力嘛 有比你优秀的人 然后呢第三种人 你也可以列出来 就是想要改变的人 嗯 对 其实呢 想要改变的人呢 是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需求 如果他自己不想改变 你自己单方面觉得 嗯 哎呀这个人很优秀 如果他跟我做的话 啊一定很好 但是他没有一个任何的需求 他自己都不想改变 你还要强硬的改变他 这个是不可能的嘛 啊 所以说呢 其实简单相信你的人 啊 比你优秀的人 想要改变的人 这三种人呢 你都可以拿三张A4纸 好 然后一个简单相信你的人 把这样的人 一二三四五千 就是啊 这样列出来 那一开始列名单 我们建议多少人呢 两百人左右 啊 这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基本的 当然你事后 你也会结交 每一天你可能都会结交一些人嘛 啊 然后尽可能养成一个习惯 跟陌生人也是开始尝试打个招呼呀 就比如说像我之前是比较内向 啊 当然我现在也不是很活泼啊 我去超市的时候 或者说去做一些事的时候 我不太爱愿意跟别人打招呼 就觉得可能这个人以后有没有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吗 那现在的话呢 就是养成自己的一个习惯啊 就是尽可能让别人开心一点 舒服一点 多打招呼这样的 嗯 那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生什么吗 对啊 就是呃 所以说呢 这样的人我们可以平时做做好 然后想起来谁 再添加 名单不是 你写完了 就永远是这样固定的 你事后 有的时候你忙一些别的做些家 突然又想起来 你可以在家里去 嗯 那这些人都具体写哪些东西呢 比如说他的姓名肯定是基本要写的嘛 然后他的年龄啊 他的性别呀 嗯 然后电话呀 家庭住址啊 其实家庭住址你可以写城市就可以了 啊 然后他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嗯 然后他的职务啊 然后他的这个经济情况 以及他是否的这个经济情况比较满意啊 然后呢 他的一个家庭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一些就是哪边不舒服的呀 这样的人呢 或者说有没有一些人想要寻找一些机会项目呀 等等啊 以及他的一个个人爱好啊 比如说啊 就是可以了解他平时业余时间喜欢干些什么 嗯 然后呢 看看他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啊 那或者说以前做过微商 然后图了一堆货 因为没有人卖失败啊等等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这样的自己的故事嘛 你把他的一些特点整理一下 嗯 这样的话呢 这个名单非常非常的珍贵 这个名单以后好好利用好 你的这个事业就要起来了 嗯 好 那名单列完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 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行动了 就像之前说的哈 呃 确实有很多人觉得沉浸在这样的氛围啊 跟着大家戏好像做些什么了 就做了解释一样 并不是这样的 你想要挣到钱 你就赶紧做一些能够马上变现挣到钱的动作啊 行动很重要 嗯 包括我自己哈 如果说我天天其实想很多 如果没有任何行动的话 也不可能呃 就是达到刚才简历当中的一些成果嘛 其实无论做什么 做微商的时候也一样 无论在哪个行业 我觉得行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太多太多人 马云说的好睡觉前好像有什么千万条路 然后第二天起来还是原路 啊 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想法很多啊 所以呢 我也会跟我的会员经常去强调啊 强调什么呢 说呃 就是现代人都比较谨慎嘛 啊 然后也不太想伤人脉 所以谨慎 好 但是呢 你不要想十个 然后呢 做零个 啊 什么都没有做 很多人是叫 想了半天 没了 啊 行动没有了 那我建议的是什么 你哪怕你想一个 你去做九个也好 你不要什么都不做 行动呢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 行动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邀约 你名单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邀约了嘛 那么邀约里边 有些原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哈 一次邀一个原则 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呃 如果今天你邀了一大帮的人来听 呃 当然没有哪个是绝对的好 哪个是绝对的不好 如果你一次性邀约很多人来的时候呢 你如果就是一个人单枪皮麻 要搞那么多人 而且如果你hold不住这样的一个场面 并且里边有一个人发出一些负面的 一些信号的时候 那么周围的人也会被他给带走了 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呢 他们不了解呀 有的时候他问的一些苛刻的问题 他一嘴你一嘴 你根本都没有精神 你回复不过来 包括呢 我们也会跟会员说哈 啊 你要做一个分享者的话呢 大家聚会的时候 你参加聚会的时候 你也可以喝一包沸泉吗 很自然的 喝一包 然后就 然后人家问你的话 啊 就是因为我身体不太好 所以我在喝 啊 感觉还不错 就完事了 啊 然后就不要 啊 这个东西啊 什么什么 跟他讲 这样啊 可能那桌上的人 有的人就 又有你搞残销了啊 可能开一个玩笑周围 人都会受影响 啊 所以说呢 嗯 一次要一个啊 精准一点的 这样会比较好 嗯 然后呢 三不谈原则 三不谈是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时间不对 不谈 啊 时间不对的话呢 现在就 比如说他马上要去接 幼儿园放学的孩子 哈 就像今天我给那个姐姐做ABC 是的 就剩一个小时了 其实一个小时就是挺暧昧的 啊 所以说呢 只能留一点悬念啊 就是掉一下对方的胃口 让他比较好奇 要约下次见面的时间 因为也就剩一个时间的 一个小时的话 你大概给他讲一会儿的时候 他就要一直看手表了 因为他要想着 不能错过时间 小孩在那等我了 所以说呢 他的那个 所有的一些 就是集中力都会集中在另一边嘛 所以呢 时间不对的话呢 就不要谈 还不如你把时间提前约 怎么也是 我觉得有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候会保险一点 如果一个小时的话 当然也够 但是他就可能会一直想着别的东西 你想提单的时候 也许 那个效果就没有了 对吧 那还什么时候不谈呢 环境不好的时候也不谈 比如说 其实我很喜欢星巴克 但是谈人的时候 我就不太爱去星巴克了 因为像肯德基啊 麦当劳啊 星巴克的时候 好闹啊 很热闹 人很多嘛 人流量 而且都是敞开的那种的 很乱 很难集中的 你一边喊 很辛苦的给他表达 他也很辛苦的 咱们两个听 那肯定效果是很差的 如果环境不好 也不要谈 尽可能找一些 宁愿人流量少一些的 稍微感觉有品味的 这样比较安静的 这样的一些咖啡厅 然后呢 注意让这个C 面对着敬念的墙 因为要好好听嘛 然后还有什么时候不谈呢 就是心情 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不谈 人家刚跟男朋友分手 然后你还给他灌输什么 哎呀咱们挣钱呢 什么这个怎么怎么好啊 肯定很生气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你自己的状态 有的时候也会不对的 我自己就是那样的 我觉得我一定会把你 吃掉还是这么说 那个时候呢 才会愿意去做 我觉得今天状态呀 可能不太好 我的状态不好的话 就可以想办法 再邀约下次嘛 嗯 然后的话呢 三分钟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打电话邀约 嗯 邀约的时候呢 不要超过三分钟 打电话不要长 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你给他打电话 是为了邀约他 而不是为了在电话里边 给他讲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怎么的 一般的人是什么呢 没有经验哈 就打电话说 哎那你那个到底是干嘛的 你先告诉我点呗 然后一激动 然后又 然后他就不来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他如果实在是问你的话呢 你就说 哎我现在有一个电话进来了 啊 就是你看看你到底是明天有时间 后天有时间 你让他赶紧选择一个时间 你就说现在有人打电话 你可以很巧妙的这样推一下嘛 嗯 啊那好了好了 明天见 这样就挂了 嗯 然后呢 三先三后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哈 会先选择一些近的人 先近后远 啊 就是离你比较近的人 可以见面去聊嘛 这样的话呢 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啊 尽可能见面近的人 然后再远的人 啊 然后呢 先亲啊 后输的人 就是跟你比较亲近的人 你可以先啊 去分享给他 因为可能是简单相信嘛 然后后远 然后第三种的话是什么呢 呃 先重后轻啊 就是比较重要的人 你可以先分享给他 啊 然后比较不重要的人呢 再慢慢的分享给他 也可以的 嗯 然后呢 就是高姿态原则 高姿态的话呢 呃 这个的话 很多会员就会忽视 是什么呢 你看哈 你平时你去烫一个头发 嗯 然后人家问你 哎 你头发烫真好看 在哪烫的呀 你是高姿态还是低姿态 你很自然的告诉他呀 啊 就是那条哪条街上 哪家店 然后你发朋友圈 哪家店好吃美美的啊 那种美食 发朋友圈 人家问你 你还是很自然的分享给他呀 其实杰斯也是一样的 你 你也是一个消费者嘛 你也是一个会员 你确实是因为好 你分享给别人嘛 然后顺便让你挣个钱 你就变得低姿态了 很多人很奇怪哈 这个现象 那如果说 你分享那个美发店的时候 美发店老板会给你钱的话 你会心虚吗 对吧 所以说呢 嗯 这个自己要注意一下哈 不要低姿态 堂堂正正的 我记得有一个那个台湾的畅销书作家哈 瑞士老师 他的那个例子 我觉得特别好 他一般见到新人的时候呢 他会很开心说 哎 亲爱的 我今天带了两个礼物来 啊 你看看你现在要哪个礼物 然后对方说 哎老师您带什么礼物来了呀 他就说 啊 一个是健康美丽年轻 这个礼物 还有一个礼物呢 是财富 啊 你要哪个礼物 啊 其实呢 这一段对话 想要表达的也是 他 其实就是一个分享一个机会 分享很美好的东西 而不是说 哎呦 我要就是巴不得 要求你 把你拉进来 怎么怎么样 这个自己一定要 就是定位好 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给对方一个机会 啊 如果对方不做 那就算了 如果他确实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 你还能怎么样呢 对吧 那你还能怎么样 有一些人 他没有需求的话 那你马云来谈也未必能谈成啊 对吧 人家没有需求 就不要硬逼着自己怎么样 就是一个高姿态 啊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人家有需求 我也比较专业 单子就成了 对吧 嗯 所以说呢 我们保持一个高姿态 我们是给你机会来了 嗯 然后呢 邀约的时候呢 这几个点也要准备好 首先 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个人的解释故事 也就是刚才 啊 讲这个新人起步 啊 新人起步 培训之前的 那个第二 为什么 其实 大家很多人对于 为什么 啊 你为什么做这一棒 这个为什么 比别人家的好 很多人对于 为什么是比较 感兴趣的啊 这个自古以来 就是大家都对 为什么非常非常的好奇 那你为什么做解释 你有你自己的解释故事 啊 这个故事的话呢 当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针对啊 有可能有这个产品需求的人 你可以以你自己 自身的受益的 这样的啊 这样的一个故事 如何改善以前 会怎么怎么样 现在那一个啊 现在好开心 那样的一个故事 啊 那针对于一些 找项目的人 你就可以以一个 啊 你对这样 你现在 之前是什么样的 状况 然后你想找到 一个突破 但是现在突破解释的话呢 达到了什么什么样的 以一个视野的 这样一个角度 同样的故事 你可以变形嘛 针对这样的人 变成这样 真的那样的 变成那样 有一个自己的 真实的故事 啊 每一个人是一个大脑 是一个故事的接收器 啊 你这个故事 还是很打动人的 因为我们会发现 你说一个道理 跟你说 一个故事 然后道理拿出来 那哪一个 会更加留在 我们大脑里边呢 肯定是那个 带故事的 对吧 嗯 其实故事 真的是很重要 就算你不会讲 公司 产品趋势 你的结诗故事 一定要有的 而且你说你 结诗故事的时候 要很自信的 很真实啊 对吧 嗯 然后呢 第二点的话呢 就是你不得不 改变的一个理由 说出你的一个缺口 引起共鸣啊 比如说你是一个宝妈 然后呢 明明知道 嗯 就是不能 就是完全依赖于孩子 孩子有一天 他会上学 他会有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人生 那很多宝妈 可能就是比较心理上 自己反而依赖小孩 自己放不下 嗯 然后呢 又老公给钱 然后要改变 这样的一个状态 要成为一个宝宝 心目中的一个 很棒的这样的 很优秀的一个妈妈 很多人有这个概念 但是他呢 又很难去做到 那如果你是一个宝妈 你想去 引导一个人 有同样的 跟你一起做好 这样的一个事业的话 你就可以 讲你的故事 你之前是怎么样的 很惨 你的一个缺口 然后引起他的一个顾名 然后再说 你不得不改变的 那些理由 你其实说 你自己的故事 就是在说他呀 对吧 讲你自己 不得不改变的 一个理由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你之前 对这个行业 是什么样的 一个看法 其实呢 就像刚才提的例子 有很多人 哎呦 我不能做什么传销 哎呀呀 我不喜欢拉人走 确实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 因为中国却是很多平台嘛 那也有一些人 自己没有判断力 然后瞎搞 然后反而对这种 比较珍规的 很好的一些东西 他就看不太懂 那这个时候 人家那么说的话 哎呀 这个不是传销 然后脸突然就红了 跟他一起要争辩 不要这样的 就算你跟他争辩赢了 他也不高兴 对吧 所以说呢 可以跟他说 其实吧 就像我跟你也是一样的 共鸣 然后呢 就是我跟你也是一伙的 我跟你也是一样的 我的想法跟你现在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表达 理解 先接受这个东西 但是呢 通过后来呀 我参加那个杰斯大学 通过我跟这样的一些 我们的团队的伙伴接触吧 我发现 就是讲 慢慢的就是转变嘛 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把这个表达出来 一开始的时候要先接着 然后呢 再去讲 后来呢 我发现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呢 我们邀约的时候呢 你可以推充一个人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会做ABC的嘛 你有可能做ABC 那么你推崇的这个人呢 要跟他有一些相似的背景啊 相似的经历啊 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做一些 包括你也可以推崇 我们的什么杰斯大学 都可以嘛 其实呢 推崇真的真的很重要 那我们也有一些课题 是推崇对吧 如果平时推崇 你没有做好的话 你 然后你 你自己 就是比如说很辛苦 代表团队 然后你要请求 你的这些人 你上面的一些咨询线的老师们 帮助你 但是你平时也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铺垫 你没有推崇 你突然好像领来了一个人似的 人家 没有什么感觉 可能不太凉 但是如果你平时 非常非常的有礼貌 很好的已经推崇好了 那你建立于老师的时候 就很容易了 这个也是一个技巧 推崇在杰斯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 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呢 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在杰斯的愿景 一个笃定 就包括 人家有可能问你 那你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呢 确实会有人这样问你 那这个时候呢 哎呦 就心虚了 就开始心跳了 哎呀 我说我现在我赚的不多吧 好像他就会比较失望 那我说实话也不行 哎呀 那怎么办呢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就可以 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愿景 其实这样的问题 我经常听到 哎 你想挣多少钱 你可以反问他 或者说把这样的一个话题 给变到别的地方 或者说呢 其实我在杰斯 我的目标是多少 你的一个愿景性的 这样的一个回答也行 你的笃定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们这样的故事都知道 做一个比喻像马云 一开始很多人以为他疯了 但是他自己非常非常的笃定 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知道他自己会做成功 那么你自己笃定吗 有很多经营者 他自己并不笃定 你自己都不笃定 你怎么能感染他 给他这样一个感觉 然后让他愿意跟着你走呢 你的那种气场 你的那种由内而外的能量 你的笃定要感染他 其实就像一开始 因为我一开始 我知道杰斯很好 那我对杰斯什么都不懂 我不可能因为我之前有一些微商经验 杰斯我就做得好吧 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是在杰斯从零开始 但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 那怎么办呢 那我不讲了 不行啊 我一定要讲啊 就是一个信念 一个笃定 所以我当时就是跟大家说什么呢 他人都说 我很自信的看着对方的眼睛 就说今天我跟你讲这个东西 不是因为我缺人 是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说我先把这样一个机会 先告诉你 就是这样 我不缺人 那我把这个机会分享给你 你反而还要感恩我 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气场似的 这个笃定真的是很重要 那我们呢 邀约的时候呢 这五点呢 也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准备的 好 接下来呢 就是ABC了 你看你名单也列了 名单列了就容易了呀 然后呢 跟着老师讨论 哎呦 这个人的需求可能是什么 这个人我们怎么邀约好呢 然后这个人怎么跟进好呢 这样也讨论完了 那么接下来 邀约出来了以后 我们要做ABC啊 对吧 你邀约的时候肯定是 你希望哪个老师帮你谈 你觉得哪个老师跟这个C的 这样一个情况 比较有过敏 比较能够搭起来 那么你就推崇 哪个老师 然后把这个资料 给到这个老师嘛 对吧 所以说呢 这里边ABC 那之前也是有讲过 A的话呢 就是一个工具呀 人呢 包括我们的招商会呀 杰斯大学呢 都是属于你可以建立的 这样的一个专业指导 然后B的话呢 就是桥梁 做一个新人的你 中间人 那么我建议各位呢 B不要做太久 如果你当地有老师 能够陪伴你成长 经常给你做ABC 你自己能谈的时候 就自己谈 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听老师讲的时候 其实你有可能 也挺紧张的 你肯定是希望 这个单子成啊 你做一个B的时候 但是你自己做A 让老师听着 做补充的时候 你自己那个脑袋 赚的会更快 你的那种成长经验 累积的会更多 所以说呢 如果有老师 在你当地 能够帮得到你 你很开心 很幸福 但是这个是一个 互相帮助的事业 绝对不是互相依赖的事业 这个自己要 大当里面要清晰 然后C的话呢 就是一个顾客 就来听 来了解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 事先我们 一般做两个动作 一个呢 是推崇老师 还有一个呢 把C的资料 提前提供给老师 就这么简单 然后的话呢 就像 比如说 我们做ABC的时候 那如果是一个 线上的话 就好好定好时间 一般二择一 不要像 哪天有时间吃个饭呗 我们经常这样说 那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不要这样的 就是定一个时间 要么就是明天晚上 要么就是后天下午 定一个时间 二择一嘛 然后呢 选择场所 那如果是我们线下 见面做ABC的话呢 那么 谁要先到这个地方呢 B 最可怕的是 A和C 老师和来听的人在那 哇好尴尬呀 对吧 B先到 然后是C 然后B 要当着C的面 给老师 A打电话 A 老师您到哪里了 就好像老师 刚谈了一单 要很着急 抽空过来 一样的感觉 这样的话 C才会就是 就是看 B的一些动作 不由 就是不由自主的 会对A 有一个尊敬 有一个崇拜 这样的感觉 那你要让C 对这个A 很好奇 觉得这个A 应该是很优秀 这样的话呢 才愿意静一下心来 很谦虚的 听老师去讲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ABC 然后像一些细节的话呢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因为ABC的主题呢 我们也是讲过了 然后在这里面 要记住 B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尽可能少擦嘴 然后就不要玩手机 打电话 好忙啊 对吧 那B 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C就是什么样的态度 然后呢 就是该提单的时候 提单 好 那其实最后我们 也可以换一个角度 再理解一下 该怎么做 其实就是 如果你观念通了 你要做好这件事 你接受这样的东西 你的观念打开了 思维打开了 那么紧接着就 大量体验产品 不要在你分享的时候 人家觉得 你说这个东西这么好 看不出来啊 会有这样的一些 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就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 好几天没睡好的时候 当然那个妆 可能上得不太好 就尤其在外面 太阳一曝光 就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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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样的时候 我可能就不太愿意 自己都不自信 对吧 有的时候那个妆就特别好 有的时候妆就特别不好了 所以平时 这种一些妆 都会影响我们自己 所以说呢 你自己一定要 做这样的一个事业的话 平时就是一个准备好的状态 无论你今天 有没有约 要不要见人 这样包括也是 我早上 可能早上起来以后 就洗完了 打扮完了 等着 然后做我的这样 线上的工作 如果有人的话 我可以随时出去吗 一个准备好的姿态 那大量体验产品 就是你准备好的一个姿态 因为别人主动问你的时候 效果是不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就是定位准 你到底是要做一个消费者 还是分享者 经营者 如果你选择做消费者 那你只要吃好了 然后我服务好你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分享者的话呢 我可能就要告诉你一些 如何分享给周围人的一点点的一些技巧 能够让你免费吃上产品 便宜吃上产品 可能你就很满意了 对吧 那如果你自己亲口说出来 你要做这个经营者的话 好 经营者 你想挣钱对吧 那么你要配合好 让你怎么做 行动拿出来 对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一个学习力了 包括我们刚才介绍这样的一些学习的工具 那么最后的话呢 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执行力 名单列了 列名单的动作 就是短期能够让你挣到钱 这样的一个动作吧 然后邀约 然后呢 其实跟踪的话呢 这个我自己也是真的是雪林的教训 因为第一年的时候呢 很兴奋 很想学好 然后就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 自己没有一个头绪 做什么事不是很清晰 就导致了 没有好好的跟踪到一些这样的一些事业者 经营者的一些会员 那跟踪呢 确实很重要 每个人的那种激情都是有限的 在他的激情期 你要让他尝到一些甜头嘛 起码对吧 所以说跟踪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很多人 他再怎么优秀 在杰斯 他还是一个新人 都是需要 就像一个发芽的小苗样 你要给他浇水 你要给他照太阳 他需要一些东西 你一定要跟踪好 起码在他成长 有一定成长的时候 这段时间呢 一定要该干嘛 就是多跟踪他 那像经营者的话 平时也要多跟他互动嘛 看看他最近遇到什么问题呀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这一点复制 复制的话呢 我自己觉得 其实像网络营销 现在我的理解的话呢 就是一个复制的事业 我把我经历过的 我自己擅长的 我知道的东西 复制给我的经营者 让他们做的跟我一样好 我也能成功 你可以这样的想 你自己先做出一些成绩 然后呢 用你的经验 用你的这样的一些 少走弯的一些东西 让他直接跟着你走 这样复制起来 大家都比较容易嘛 那其实 最最最最最大的一个窍门的话呢 我想分享给大家呢 就是走入系统 那这个系统的话呢 我所谓的系统 最大最大的系统 就是公司的杰斯大学 如果你能带他去一次 杰斯大学的话呢 一般来说 你给他灌输的一些东西 还不如他自己在那感受到 自己看到 就是全身心的那叫什么 五官吧 五官的一个自己的感受 那个才是由内而外的 那样的一个自信 那样的一个感动 所以说呢 带入系统是一个 就是做好结似的一个秘诀吧 个人觉得 那好 今天呢 关于这个新人起步 以及个人的一些经验 就分享到这里 最后 好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小美老师 能够今天这么 完美的把整个新人起步 该了解最基本的 back to basics 来带给大家 那最后 那感谢你啊 小美 不客气 不客气 对 现在延吉那边天气都挺好的吧 这边最近30多度 很热很热 那边也是够热 我看到小崔 小崔要不要跟我们线上伙伴打声招呼啊 小崔 跟现场伙伴打声招呼啊 迁就乐接受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还有中午好上午好 那好 那再次感谢你们的时间 那好 那我们再转回来到我们的镜头 那最后刚刚啊 小美老师刚刚最后也提到说 介入到系统 进入到系统 介的公司的一个平台跟工具 那最后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我们之前在北美这边有个 那当然了在线上的伙伴 如果大致上大致都是来自啊 国内跟中国 那可能这个所谓的YouTube 可能很多国内的伙伴们可能不太理解 不太了解 或可能没听过或上不去 那YouTube的话 如果能上去的话 伙伴可以透过VPN 可以看到萤幕吗 可以可以 可以透过这个VPN来上我们这个YouTube 那YouTube channel 其实就是跟中国的所谓的优酷 但是优酷是专门属于在中国可以使用 那YouTube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都可以用 那很多伙伴在现场应该比较了解YouTube 那如果可以透过VPN或越狱的一个网站能上的话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工具 也是我们自己团队 我们最近花了时间来 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那到YouTube以后 可以大家可以搜索到这个搜索的地方 打上青春团队 好 那青春团队可以查看一下 那我就会跑出来很多这种视频 就是从青春团队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团队 那这是整个威文老师团队下面以下 像我们很多的视频公司的产品 最新的消息 有英文的招商会 也有中文的招商会 还有一些培训 那我们点进去之后 可以来到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channel 这个平台 这是我们在YouTube自己团队 然后我们点这个 这边有分 可能伙伴要记一下 这个第三个 playlist 那就是说 这个playlist就是 有点像它的栏目或menu 餐牌 那这里面呢 就分类到很多 我们曾经做过 在多人多 在中国亚洲做的一些培训 还有线上的培训 有分开来 那有英文的伙伴 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如果今天想要做ABC 像小美老师说的 小美老师 我们觉得非常棒 但是小美老师是在演辑 刚刚都说了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小美老师 在我们身边 在线上天天跟我们来分享 其实 这就相当于说 可以接到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呢 就透过step1 step2 step3 step4 里面有分类成 1.1 1.2 1.3 4个视频 4个视频 9个视频 那这个是属于英文的 因为很多伙伴 现在都是在线上 做招商 线上培训 那整个英文的话 如果今天没有 可能没有机会 到奥兰多总公司去看 但是确实有伙伴 他们是讲英文的 他们可以到这上面 从怎么招人 怎么培训 怎么再怎么去recruit 再怎么去做training 再怎么做 NDO ABC 所有等等 这些都是在我们这个 YouTube上面都有 那中文 讲中文的伙伴们 其实很简单 这边有 节识的视频 跟我们自己团队里面的 见证跟分享 然后这边也有些 所谓中文OPP 因为有些伙伴有提到说 我今天又 没赶上 这个线上的一个招商会 那我们可以来到YouTube 找到这里 这就一直有更新的 一些中文的招商会 还有团队的一些活动 那奖励旅游的视频 然后这边也有英文的 那这边呢 有产品可展示 那主要这边有一栏 是做会员培训跟分享 那点开这里 会员培训跟分享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右边 那现在我们是 目前是上传到4月底的时候 18年 那所以可以看到过去 所有内讯分享产品的价值 产品的优势 那这些主题 还有钻石老师的分享 如何开发陌生市场 很多这个都是曾经 我们在自己团队里面 有录下来的视频 那我们会上传到上面 所以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个工具 来一起来引荐新伙伴 或者自己的团队的会员 那可能我要说的就是说 有点遗憾就是说 中国伙伴说 怎么没有装在优酷上 因为确实 我们把视频放在优酷上 有时候像Vino在线上 如果可以知道的话 就说放上去几天之后 就马上会被拿下来 那在YouTube上 就确实比较容易点 那可能就是要透过 一些越狱跟VPN 那这些的话 可以跟你的伙伴 跟你的推荐人来咨询一下 好了 那小美 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补充呢 没有了 没有 那好了 那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小美老师 在今天的时间 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新人培训 非常感谢你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